你很容易 容易吗我 为了教大一个日文 让我老婆把我怪了一顿 骂了一顿 说我日文差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按赞、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坤 我买回了一大堆的东西 所以里边有粉蒸肉的料 今天不做粉蒸肉有点对不起 那粉蒸肉料包 所以 牛肉 粉蒸牛肉 牛肉已经腌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 开始拌粉 开始蒸 看这次的效果如何吧 上次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粉蒸肉的话 我买了两种 一种是香辣的 一种是五香的 所以今天弄个香辣的 因为今天我闺女的菜有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吃个香辣的 好正啊 好爽的辣味 有点辣 有点辣 我这下边就不放那个 不放土豆之类的东西了 直接放肉了 因为 加了没土豆了 土豆都发芽了 好了 可以了 准备水开 放到锅里蒸 好了 现在放在锅里蒸 蒸个四十分钟左右吧 最少四十分钟左右 好了 粉蒸肉 看下怎么样 我感觉还行 但是还是出现粉的问题 是不是我锅的问题啊 他们看着外面粉是干的 但是我的粉是有点湿的 是不是用锅的问题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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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 粉蒸肉 我感觉还行吧 番茄炒鸡蛋 还有就是我老婆做的腌菜 还有一个夏仁 这个是凉菜 这个是生鱼片 这么好的菜 我不喝杯不行啊 这个酒卖在日本我感觉非常好 这个酒卖在日本我感觉非常好 最起码这个画 就非常不错 这个画真的是很有 咱们中国的那种感觉梅花 感觉很不错 我以为不够一杯了 没想到还一杯 还多一点 这牛肉 有可能是我 就拿出来 花冬的时候放时间尝量 稍微有点味 不是那种 臭味啊 是那个有点血腥味 有可能是我没有泡水 牛肉的话还是 以后还是不是做的好 还是猪肉或者排骨 今天终于知道 四川重庆那一片的微辣 是什么感觉了 哎呀我的天啊 我就放了一点调味料 味道很不错 但是辣的受不了 真的很辣 不能让我老婆多吃了 上火了 我再来一块了 肉 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能用牛肉 做那个粉蒸肉 粉蒸肉 粉蒸肉 好吃吗 好吃吗 儿子你来了儿子 你太想回来了 就像前一前姐姐的勺子啊 今天教大家一个 我闺女常说的一句话 就这个菜辣 就这个菜辣 用日文怎么说 估计大家在日本用不到 因为日本的菜 没有那么辣的那一说 辣的话 用日文叫 辛 如果说这个辣 就说这个辣 ining 這是辛的 是辛的 是不是 这个辣 我们ип试 这是辛的 这是辛的 你们osh 这是辛的 是辛的 但是 你那是嘴巴的 嘴巴的字 嘴巴的字 例如是酸的 但它是不酸的 就要比較一下 就是嘴巴的字 而又是不酸的 就要比较 那你如果在语言中 那你认为是酸的 就是酸的字 嘴巴的字 嘴巴的字 是酸的字 是酸的字 所以你自己认识好 好,我刚才说错了 再重新再来一遍 這個辣 不是嘴巴 不是嘴巴 这个辣字是 これは辛いですか? 辛いですか? 辛いですか? 辛いです 一個陳述句 一個是英文句 正確的發音 讓我老婆說陳述句和英文句 これは辛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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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嗎? 我為了教大家一個日文 讓我老婆把我怪了一頓 罵了一頓 說我日文差 說我日文不對 不能教大家錯的 錯的日文 好了 我就為了教大家日文 然後被老婆罵了 不點還關注嗎? 好了 期待你的點贊、評論、轉發和收藏 我們下期 拜拜 好 好 好 是 好 好 好